How can I make sure 小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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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板 完了 小帅哥 voc name 老板 永远来付职上班了 我能喝一个 每见过世面的实习生 一身酒精 真死吧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 怎么有什么事 难不成还有男人看上他 嗯 嗯 小帅哥 小帅哥 唱了我小手成法的 千萬那些都不是夢了 我竟然把老闆給睡了 剛到手的工作 不會就沒了吧 我 拉開了 我愛你 哎呀忘記了老闆 我愛你 蘇勒 你昨晚幹嗎去了 怎麼現在才回來啊 嗯 這西裝看起來可不便宜啊 我昨晚該不會 沒有 我 我朋友借我的 昨天公司聚餐 我喝多了 在朋友家睡了一晚上 不是 就他這長相 也不可能有朋友 哦對了 我讓你給我打印的簡歷 你打印沒 我明天面試要用的 啊 靜雯 既然你好像被我弄丟了 蘇勒 你學歷是沒你高 但我有個工作的機會不容易啊 我知道 你現在進大公司了 跟以前不一樣了 但你不想幫忙可以直說的 江靜雯 蘇勒 集中 給你一天的時間 把這個女人找到 對您動手動腳 我一定好好收拾 別嚇唬他 別嚇唬他 你不就能玩廚師啊 不懂開婚了 如果他自己也可以 你不吃 就能玩廚師啊 我剛才認識我 他不可能 你喝酒 我喝酒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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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酒 你喝酒 充出酒 一个痴女被赶出来了 原来副总这一次啊 是真的厌你了 啊副总 不喜欢女的呀也不是 他呀就是不济女色 多半是喜欢我这种 有分寸工作能力强 又体贴 又漂亮的哈哈哈哈 你什么表情啊 你不喜欢我啊 呃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有我有 呃呃呃呃呃呃不好意思 呃呃呃 你毁我的脸 prendre啊啊 副总 副总副总怎么会在这 我没发现的来着我算账的吧 是密的 等等 等等 把头抬起来 我现在求上还来得及 我副总 我其实 苏洛 实习生 哪个大学的业绩 才大 我的秘书就是他了 啊 副总 这个实习生毛手毛脚的 还把这个文件撒了一地 还把我的脸 脸什么脸 知道掉了还不准 实习生一月转正当秘书 史无前例啊 你说他和副总什么关系啊 李德柱 为什么选我当秘书 你给我掏个点呗 因为你 不 可是我是实习生啊 我可能无法承认这份工作 要不还是换别人吧 一个月这个数 你不干我兼职也行 五千 是五万啊 后边 啊 啊 啊 他给我五万 他给我五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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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月薪五万 以后我就能跟建文换更好的房子了 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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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这位就是富士集团的董事长傅锦言 相信这点你已经清楚了 可只听说过 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了 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可惜 这份落在景洪酒店的简历 是你的吗 是他 是我的 你不用紧张 你不用紧张 我是通过简历找到的你 昨晚答应过 我会对你负责 你可以选择接受一张五百万的水票 也可以选择搬进去做我的女人 可以问一下你吗 昨天你为什么去景洪酒店 我是去找工作的 我不知道昨晚是你很害怕 所以就先回家了 薪文去哪了 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不行 找他去 我给你三天考虑时间 考虑好了 给我打电话 薪文 薪文 是谁送你回来的 网约车 薪文 我们今天出去吃吧 我转到秘书部了 以后月薪 五万 明片 这么紧张干嘛 该不会有情况了吧 没有 我就是 我都要看看是谁能拿下手 你还给我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自以为是 是 我有男朋友 我现在就要搬去跟他一起 住 搬家 你前两天不是还没男朋友吗 这 而且你们刚在一起就搬到一起住 万一他是骗子怎么办 我 我知道 我学历不高 你看不起我 但我也不至于那么没脑子吧 他很有气 人长得又帅对我又好 我找到他我就不用工作了 我就是很担心你嘛 你放心 在我心里 你永远排在第一位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就好 我们回家吧 对了 你现在在副师上班只是个实习生 应该不太容易见到你们大老板吧 之前是不容易见到 不过现在我成他秘书 天天气 你成傅锦言秘书了 对啊 我调到秘书部了 我刚不是告诉你了吗 你又忘了 哦 那个 傅锦言 是不是跟电视上一样帅啊 不光帅 身材还帅 确实帅 那 你会喜欢上 怎么可能 这 当了上司的再帅 也是大魔王 你说 这世界上帅哥那么多 要是万一有一天 咱们两个 喜和上同一个男人 那可怎么办 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 你瞎说什么呢 而且 我怎么会跟你抢呢 哎呀 我就是随便说什么 好 苏老 对不起 我和你不一样 你有高兴的工作就够了 可我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喂 傅先生 我愿意搬到金鱼 叫 我 也记得 好了 你 站好姐 乱的吧 你那也是脏手乱不 这何止几百万 你要是莫造的 把你回家卖的都配不起 哎你 你神奇什么神奇 还不知道是不是被保养的呢 也不知道副总怎么会看上这么普通 哎呸早晚要被甩掉 哎王爷怎么心情不好 还不是你那个好姐妹 找了个有钱的男人搬出去住了 神气的不得了 静雯搬走了 我还想着请假帮他搬家呢 人家还用你帮忙 专车接送 对了 夏苏 他可是帮上了大款 也没帮你吧 王爷 你别这么说 静雯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先上班了 拜拜 这个江静雯呀 也不知道是采了什么狗屎运 这论长相和才能 样样不如苏洛 哎这真是同人不同命喽 羊小姐好 这是前龙帝的黄玉皮羞 以后这次就都是我的 叫江小姐江小姐好 这是唐银的真迹市值枪吗 您还是别摸 江小姐 您的房间在二楼 您可以任选一间 三楼是副总的私人区域 没有允许不得入内 秘书手则第一条 不能靠近副总半年之内 就这一点 就很少有人做到 哎 南哥 你放心 我绝对能做到 第二条 不许盯着副总 超过五秒 相信 之前秘书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想要做副总的秘书 最好 不要有什么 联系 可是 已经违反了怎么办 你说什么 啊 啊 你放心 没问题 啊 把这份文件 交给副总签字 好 啊对了 提醒一下 副总呢 还有三分钟就要开会 三分钟 什么东西这么硬 副总 副总 不好意思 我刚才跑太快了 我不是故要离你半米之内的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当秘书吗 知道 因为我土 先自 啊 好看吗 好吃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在想 今晚吃火锅还是吃麻辣汤 看到我就只能想到 晚上吃火锅还是麻辣汤 那不然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在副市工作 给你创造员工价值 这样副总呢 才能有钱给我付工资 我才 能吃得起火锅 而不是麻辣汤 是不是进入办法 今天晚上不吃火锅和麻辣汤 陪我一起去酒局 我 转正三十分钟 三个机会全饭了 竟然没有把你赶走 看来土一点也不是一无事处 对了 南哥 副总 叫我陪他去酒局 为什么呀 我不是还在培训呢吗 我不是一个十年没有人住过的纪元 突然来了一个小丧狐狸 要不是林特主去帮副总的女朋友搬家 怎么会能得到你吗 啊 副总有女朋友了 我还没有难过呢 你个小土包子都是先失落上了 这是车钥匙 晚上 开车送副总回家 四路 啊 啊啊 Athena 晚上 记了吗 多挡点酒 开车小心一点 别急 咱都问 副总你不见 等等 过来副总 你不见 你也来说说 男人胸肌硬点 不好吗 胸肌硬点 那说明身材肯定很棒啊 什么样的女人 见到男人之后 想吃火锅和麻辣档 不吃米其林吃麻辣档 说明也就是那个大字 出去 嗯 想什么呢 能喝酒吗 三杯啤的是极限 不过挡酒应该没有问题 自信 副总又换新秘书了 这回这个可不如之前那个 要不 我给您介绍几个漂亮的 副总啊 挺长得眼啊 看你这些东西啊 提神 来 莫总 我敬你一杯 张总 副总说的对 我不仅提神 还必行呢 来我敬你啊 他尖嘴力 一杯可不够 小秘书 去取取几杯酒 应该不在话下吧 这些我喝了 我喝了 副总好酒量啊 来 这杯我陪你 副总啊 也别把兄弟漏了啊 副总你没事吧 没事 我去投医生间 一会儿回来 啊 啊 啊啊 小娘們長得不穩的呀 真咋就這樣了 張總 青子中 裝什麼裝啊 副總把你留下了 不就為了讓你陪陪玩玩嗎 啊 啊 啊沒看出來啊 還挺好看啊 老實點 行 但沒看還真是個美女 陪我們幾個玩玩 剛才的事情 思路 哎哎哎哎哎副總 這小娘們勾引我們不成 你可要給我打的皮靜臉腫呢 這個 明明是你先對我動手動腳的 動手動腳 瞧你那瞅樣 誰會對你感興趣啊 副總 你可得對我們幾個做足 哎對對副總 你看他把我打成這樣 這這以後咱們合作 我還怎麼出去見人呢 這個啊 你今天必須把他給除了 既然出去不方便見人 那我們的合作就終止了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副總 哎哎哎哎哎 副總 副總 是不是還有什麼誤會啊 副總 副總 啊 啊啊這 剛才還有八面未放的 現在看起來 也不怎麼樣 啊 啊 啊 人家不玩的老大狗 啊 副总 还是会起源吗 开车吧 谁说 傅锦的房间往哪儿不能进啊 今天晚上 我就要送傅锦 真正 哎呦 你这太扯了吧 傅先生 是你回来了吗 哎 你房间到底在哪啊 你怎么这么长呢 啊 傅锦言 臭的跟牛一样 也不知道有没有加班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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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副总女朋友吧 副总今天喝醉了 我送他回来 您不要误会了 啊对不起我马上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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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Babe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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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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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渣男 我还这么慌 来 来 啊 啊 吴妈 傅先生 房间全无消毒 死剑涛立刻给我换掉 是 休息 你别去见我 啊 住上一点 住上一点我就成功了 气味怎么变了 哦 傅先生 这是我新换的香水 百合香 你闻 我妈没有和你说过 我特别讨厌香水的气味 傅先生 我只是 出去 以后没我的允许 不准上三楼 喂 静雯 傅 你平时用的沫浴露是什么味道的 薄荷的呀 你不是不喜欢那个味道吗 说 闻起来感觉很廉价 对了 你怎么突然搬走了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静雯怎么回事 谈个恋爱就不理人了 江小姐 江小姐 您身子弱 别思虑太重 傅先生 只是喝醉了 说话有些重 没别的意思啊 医生说 可能 可能是江小姐初次那晚 伤着了 身子虚 得补补 我妈 傅先生 所以是我给你熬的烟雾粥 你也喝点吧 昨天晚上是我不带 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原来是喜欢梳露那种精神的打扮啊 喂 菠 BYar 那好吧 马 elo 今天520 你男朋友找你约会啊 坐 520你男朋友送你什么礼物呀 他吐成那个样子 哪需要男人花心思呀 一看就很好吃 副总 我买了一套领带 特别适合你 您试试吧 来一趟我办公室 好 昨天我总好 副总女朋友是不是让她会搓衣板啊 两清早把我叫了 该不会是要把我开除了吧 昨天那样 她该不会有过不先骚扰 但我怎么会看上她 苏鲁你 不懂 我从小就是哥们 甚是可怜风采露宿的 求你行行好不要开除我行吗 你写一下新品发布会的演讲稿 那不是老员工各写一篇 给您左右上台演讲吧 我也有机会呀 下班前交给我 好嘞 去哪儿 给您写演讲稿啊 在这儿走 让她说 老员工程 等等副总 马上还有三个字就写完了 这是什么 林特助 副总 跟我一起去门店试查 是 副总 我是不是写完就可以下班了 没想到吧 我现在就写完了 提前两小时下班 喂 老宋 我现在就可以出来 副总 您平时怎么不爱出去 散心不行 行 那要不然 孙愿给江少姐买个玩意 反正你是不知道 靳雯现在跟变了人似的 他都不理我了 而且同学会他也不去参加 找机会啊 我噎他出来吃个饭 你们有什么误会总要提前说精品 来 先生 这款包特别配你女朋友 今天买下还能送520灵会券呢 您误会了 我们俩不是 你背着挺好看的 就他了 这太贵了 两万多 而且 这520灵会券 这520灵会券 分成5次太坑了 副总 好巧啊 买包 这是我老板 副总 你好 思路 你什么品位 我这品位 还好吧 以后再买这种过气的包 公司奢侈品的项目不要再做 服务员 把后面这面墙的包全包起来 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别别别 副总 您这一个包就八万多万的 这一面墙还得了 你把我卖了我也买不起 副总 你别吓他 我们家露露 你吓 谁说让他付钱 我们公司的员工 对这份事业 要有最起码的要求 副总 把这些包全带回来 好好学习 然后写一份报告 能了 副总啊 学习完之后 这包还要还回去吗 副市集团 不至于穷到这种地步 不穷 快快 帮我包起来 谢谢老板 我们要吃吃饭 就先告别了 等等 你把 这个 送去警员 说是给江小姐的520礼物 应该不耽误你们吃饭吧 耽误 耽误不了一点 最爱工作了 老板放心 使命必达 请你吃今天520 一定要拿下附近 喂 老板 同学会快开始了 你還沒從老闆那裡回來嗎 哦抱歉抱歉我馬上就來啊 來啊五媽我可能要先走了 我還有點事東西就放這了 江小姐來之後跟他講一聲 五媽啊 副先生人呢 他不是說要送我禮物嗎 東西是蘇小姐送過來的 副總沒回來沒回來 幼稚 鄧朗你不打算拆包裝袋 不拆了吧一會還要吃飯呢 怕弄髒了 鄧朗我發現 你好像挺遵心你老闆送的東西啊 那沒有主要是 他貴而且保值我都想好了 等我實習結束之後呢 我就留一個剩下全部都買了 哎 這夠我們老家一套房子首付了 哈嘍 大家好久不見 嗨 蘇洛 聽說你現在可是在行業排名第一的富士集團上班呢 你這混得怎麼樣啊 也就那樣吧 每天幫老闆跑跑腿 靜雯呢 他今天真的不來啊 他呀 肯定是混得不好不敢來的呗啊 哈哈哈哈 這誰啊 咱們那有這麼漂亮的人嗎 跟你啊 今天要我幫副總來給江小姐的人嗎 就像這個樣子 你不會歪 陪你 你是不是進錯包廂了 你怎麼變這麼漂亮的啊 靜雯 你是江金文 姐 靜雯 你怎麼變這麼漂亮了啊 喝杯口水 怎麼 他們認不出我也就算了 你們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怎麼也這副性感的樣子啊 不是 你這變化也太大了 是嗎 我們一直都這樣了 靜雯 你哪來這麼多錢啊 你這一身不便宜吧 是啊 靜雯 你這現在混得不錯呀 我都到這打工五年了 我月薪才三千塊錢 這些都是我男朋友送我的 你男朋友對你也太好了吧 這包肯定值不少錢吧 嗯 這個 是我男朋友送我的520禮物 LV最新款 十幾萬塊錢嗎 這做女人啊 找個好工作 不如嫁著好 以後我們結婚了 他家的公司 天哪 十萬塊 靜雯啊 這以後我老公的工作 來告訴你 靜雯 你那男朋友靠不靠不 要不帶出來跟我們把把關 你什麼意思啊 你就是巴不得我被騙 然後再過回以前的窮苦日子呗 靜雯 你這話說得太過分了 宗露他不是這個意思 靜雯 我只是為你好而已 我看你啊 就是嫉妒靜雯 找了一個這麼有錢的男朋友 見得他好 我用不著你擔心 我跟你不一樣 累死烈活這麼多年 還是那點仇 來個同學聚會 還拿著別人不要的購物 帶來充裂子 我才看見呢 宗露這也太壯了吧 你真以為你拿著空袋子 你不能當你 打腫臉充胖子 我說你剛才怎麼一直針對靜雯 原來是嫉妒啊 你說霸道什麼呢 我沒有撿過個誤彈 宗露 你要是真想要收持品包包的話 可以跟我講啊 我現在發達了 給你買十個都不是問題 但是你要是在好貨面前這麼重的話 頭上怎麼感情 江金文 怎麼 過了幾天富貴日子 就忘記自己吃泡麵的時候了 真以為自己高人意的 我告訴我 我不像你 新買的包就是新買的包 我沒必要裝 不是 他說這裡面是他新買的包哎 你不是說你就是給老闆跑腿的嗎 哪來這麼貴的包 是真的是假 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對 誰准你碰他東西的 呦 招什麼急啊 八樓下 哈哈我來看看 這什麼玩意 肯定是個地攤貨 蘇洛 你要真想要的話可以跟我講啊 沒必要拿個假包糊弄大家 傷了咱們朋友之間的感情 你們想看是吧 蘇菲娘 我把他拿到這裏 你看吧 看吧 看這個戲 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過我看 我這還有啊 不不不不 唉 這不是那個LV線量款嗎 記住我前兩天 當然從電視上看到過 哎 你不是會去嗎 你趕緊看看這個包是真的還是假的 天啊 啊 那四十五萬 哎呀這這可是就限量塊 只有十五個 這四十五萬我去 副解腦子被門夾了吧 這包總是四十五萬 不是八萬半嗎 八萬八好像是那面膠最便宜 看夠了看夠了我就拿回去 我的包竟然比我的還 還說他沒有護一副經驗 我還要試 哎呀 蘇陸剛才說的話 你可千萬別介意啊 你你就當是被狗養了一口 蘇陸 辛苦了 謝謝提醒你 哎是蘇陸 哎這這麼貴的包 要是我們我們也放袋子裡 不敢拿出來嗎 爹 你們這幫人啊 我們高攀 蘇陸 我們走 我算是看明白了 靜雲這次 就衝我要五陽威來的 你說他私下這麼就算了 同學會上這麼針對我 我到底是哪得罪他了 靜雲現在真挺奇怪的 你說不會是他男朋友不靠譜 學壞了吧 誰知道 就是他男朋友不靠的 怎麼那麼大 女朋友啊 妳不靠 我 妳不靠 妳不靠 好毛了 好像开不了 这静闻车都开走了 这 这方向不是去锦园吗 我老板也住那 我跟你说 那里面住的人非富极怪 看来 静闻这次真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不过我就纳闷了 他找个男朋友 为什么不让你见呢 谁知道啊 好像我会跟他抢男朋友似的 要不是我跟他在一个孤儿院长大 把他当成亲人一样 谁还理他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打电话叫拖车 你先回车里休息吧 没事吧 怎么开的车啊 好了好了 不懂 刚才那个被抱着的女孩像苏秘书 停车 苏秘书大晚上到这儿来干嘛 这边都是小树林 一到晚上就有青林找自己 今天是520肯定热闹 新品发布会的研强稿都收上来了 秘书部包括苏洛都写了备份研强稿 明天给你 苏洛 他的稿子和数据都对不上 让他回来重新做 您今天早上不还夸他呢 现在把他接上 立刻马上回来重新做 喂 苏秘书 新品发布会的研强稿出了点问题 副总让你现在过来改一下 啊 林特助 我可能得玩会 我这一时半会儿 好像打不到车 我现在过去接你 怎么了 副总说我写的演讲稿有问题 让我重新写 要不你先回去吧 他说叫人来接我 这么晚了还加巴 还去上司家里 你不是说 你们秘书部每人写一份演讲稿 则有录取吗 写不好就写不好呗 干嘛偏要你改呀 谁知道人家钱多呗 不过有钱就行 不行 他肯定没安好心 车来了 我走了 拜拜 陆先生 我给你洗了点水果 你尝尝 你放那儿吧 陆先生 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 我也给你准备了有礼物 就在我房间 你喜欢就好 陆总 来的不是谁 来的这是时候 送我到了吗 来了 在门口 好的 谢谢 好嘞 陆总 陆总 那你先忙 我又先上去了 不好意思 还好我没告诉父亲 让我们的神会了 又破坏他们感情了 不会 你能起来吗 说到这么晚来几天 肯定是为了勾引我的笔 我学不你给他这个机会 哎 丁特主 他有点不舒服 把他抱上去 好 过来 重做 副总 是哪里有问题吗 怎么做需要我教你 我马上重做 宋秘书看起来不是很喜欢加班的样子 是在怪我破坏了你愉快的夜晚 是 就差一点我就能知道经文中 我开玩笑的 我最喜欢加班了 我摸鱼的时候 都还抽空夸你呢 对了 副总 我这加班 应该有加班费吧 有 那就好 这边都是小树林 一到晚上就有青林找自己 今天是520 肯定热闹 宋秘书私底下玩得挺花嘛 小帅哥 撞了我 可是要受惩罚的 副总 你都知道了 您都知道了 竟然是真谜 副总 你听我解释啊 这个纯属意外 我这个人他酒品不太好 然后喝多了呢 就 你知道他不可控制的 再说了你那天不是也喝多了吗 大家都 理解吧 理解 是吗 我都没有听到你 你教我怎么理解 真的 没有听到吗 要不 是 是 沐先生 沐先生 江小姐晕倒后一直没醒 头上还一直冒冷汗 你赶紧去看一下吧 你放心吧 我可不像你 喜欢动手动脚 喝多了还喜欢钻小树林 你也放心吧 我今天可没喝酒 不会把你拖到小树林里 怎么样 还没醒吗 刚醒 可能是受凉了 有点感冒 你看这才一小会儿 冒这么多虚汗 需要去医院吗 不需要 好好休息就行 行 你好好休息 傅先生 傅先生 我是孤儿 宋秘书也是孤儿 我 是 孤儿从小就无父无母 生病了都是自己应可 连医院也不敢去 八花钱 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我真的 医生说了 你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好调案就好了 我先生 你也千万能不能留下来陪我 我以为你真的很害怕 我以为你真的很害怕 你要是害怕 不然我妈陪你 这是 此刻一第二次就不行 是你把我接到孤儿 是要让我做你的女人的 你现在为什么要把我推开 你是不是喜欢上苏丽书 你大半夜的把她叫联姐 是不是 我说过 我可以让你住进锦云 作为补偿 不代表我们之间有其他的 如果你有别的设计 我可以给你一张五百万的支票 可以让你随时 苏洛也是个 我对他也还想不错 也不见他敢 苏洛呢 先将搞洗完没 苏秘书在楼下办公呢 小姑娘非常认真 我下去看看 苏洛 你休想想做我的 怎么样 苏总 那些部的演讲稿 还是我写的最优秀了吧 你写的不错 但这一次 苏洛写的比你的好 是你带的不错 苏总 您开什么玩笑呢 这美术部的演讲稿 也只有我 谢谢你 心坎里了吧 你一会把苏洛叫醒 这次新品发布会的稿子用她的 好的 副总 对了 新品发布会 让她上去演讲 什么 我讲 以前每年都是我就填上演讲的呀 每年不都是谁好谁上台演讲吗 你有意见 没有意见 马上去喊她 南哥 谁惹你生气了 还不是因为这个苏洛啊 我好心好意的手把手交的写演讲稿啊 帮她又写又改的 可她为了争夺演讲会上台的机会 跟副总说 那是她自己写的 啊 她偷你演讲稿 啊 我说呢 东京四年会往年都要难过年的稿子 怎么提年用她苏洛的 原来是 苏洛 你在哪 没想到你平时看起来老老实实一个土妖 竟然能干如此下间的事情 就是 别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头像 我告诉你 那牛粪像有金边啊 依然是一泡石 胡说拍到什么呢 中邪了吧你们 他不是你偷了南哥的演讲稿 在副总那里出进了风头 在那装什么呀 我 偷南哥演讲稿 没错 你谢谢你 你们合起火来欺负我新人是不是啊 这演讲稿是我昨天三更半夜投悬梁追刺鼓写的 我偷你脑了啊 偷你脑了 偷你脑了 一个小女儿 真是更坏了 闹什么闹 副总 苏洛偷南哥的演讲稿 苏洛偷了你的演讲稿 没头 方美男 去一趟我办公室 其他人继续工作 副总你知道的 这演讲稿明明是我 你说演讲稿是你写的 对啊 我忙不过来 我就把思想框架 还有细节数据都告诉他 让他帮我写 就当是交一交新人吧 哎 没想到啊 他竟然写了自己的名字都掉上去 真是不要脸呀 确实不要脸 是不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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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苏洛啊 和那些亲属正被砍出的秘书 没什么区别 这秘书不 最安全靠谱的呀 还得 是 这秘书不 最安全靠谱的呀 还得 是我王美盆 你来公司几年了 八年了 八年了 玩这种陷害新人的戏目 苏洛的演讲稿是我看就行 一字一句说我盯着改 您盯着改啊 王美男 我看你是公司的老年公 给你留个面子 先扣你半年的工资 如果再有下一次 立刻滚出副室 对不起 副总 出去 进调查 新品发布会的演讲稿 确实是苏秘书写的 往后公司会加强工作制度管理 加强员工思想素质教育 辱骂过苏秘书的员工 会根据程度 扣除两到六个月的奖金 对不起 要个部制的医院 别说机构抢男人 就叫我碰到 汪美男是吗 不是 公司说话不方便 回我了 原来就是这个狐狸 已经勾走了我的副总了 找的也不怎么样 不然还不疏路啊 我憑什麼要幫你啊 你難道就不好奇 憑蘇洛這個新人 怎麼會有能力 能寫出那麼好的演講稿呢 什麼意思 有毛孽 這個狐狸精昨天半夜跑到這裡 當著我的面都有點緊 又是工作又是條形的 說不定這個演講稿啊 就是別人幫我的寫的 什麼 你說 他要是做了什麼 讓富士利益損失的事情 還能在富士繼續待下去嗎 反正我是忍不了 你能忍得了嗎 還有一個小時就要開場了 這次發布會 將進行全球直播 部分國外合作方也會過來 不准有披露 知道了嗎 副總 您就放心吧 我已經帶人走了好幾遍流程了 還做了背負 啊 啊 不准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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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洛 今天我们向全行业整员 能做了副史先骨发布会的一把手 永远只有汪文 我才是副主最在意的人 副主 听说你们今年发布会换人了 你消息挺严重的 可不是我领导 你们年年用那个娘腔枪 今年换人变得不起 是不是个美 对呀 要是长得好看 我也听得认真呀 哈哈 还真是个美女啊 苏洛你还真是会出风头 你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行 行 好 在这儿呢 慢慢慢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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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身材 白虾比对这个 这还不如那个娘娘腔的 好歹有能力 这我给透注您留脸喽 罢了 富士的谁没 这样 欢迎各位前来 富士集团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本次的新能源项目 已以往精进了更多 但事故率也 有个天使 你全是英文了 这不是我的演讲稿 怎么回事 怎么不演了 这么做 就是不会被人了吧 I got you 做 事情搞成这样 搞砸了傅景 最在意的发布会 让富士 在全球同行面前 丢进了来 我看你们人怎么受伤 老大 这不对劲啊 你还有没有病房 苏洛 你的机会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 就是我的舞台 怎么回事 站在那干嘛呢 主位 关于这次的新品发布会啊 我感觉 主位 本次的新品发布会 富士集团将以科普 对比新能源汽车 在历年的事故发生率 危机度展开 这么厉害 哇 怎么会这样 富士敢自信的说 FU7将是主流纯片的天赋 更是豪华燃油车的超频 快去 老大 你不地道啊 这才华与延迟兼备的命 竟然死擦了 你 富士这次是要别打招了吗 这可是一直扑扰阴内的问题 看不出来啊 富士这次 古屋家人 有点东西啊 我 我今天绝不会让你就这样想的 可以开始了 除了经验的视觉感官苏七系列 还有更为舒适豪华的 你也是 竟然不应该 你做事 你独自然 在思考虑 也不想让你 不想让我 准备 买 老大 这这外国兄弟说什么呢 其实 外国兄弟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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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給我吧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 請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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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外國人都瘋了嗎 他們說了什麼 估計富士這次新品吹太過了 問題太多 偏偏富士還有新人 我看 這次丟人更大 老大 你這秘書 這麼多個語言能回答上來嗎 這可是全球之魔 上不用放 我看你這次自己 天天以後 你就不出 人家不出 人家不出 這次 7km 趕快 開始 1公里 超級3公里 3萬1公里 那我们现在就借助这场东风展开对苏琪系列最高光源的展示 好了这次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哎副总这公司不仅管理的好员工挑的也好啊是啊不仅人长的好看能力也这么强竟然会这么多国家的语言今天的场子即使是十年的金牌秘书也难以拿下呀副总厉害 说啊别以为你给我台阶下午我就会感谢你我告诉你啊我是看你出事了我才上去了我是在帮你的 知道了南哥你最招惊我 没事需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别以为这样我也会放 拜拜 副总 以后别再戴眼镜了 这样看起来更 更顺眼 副总 这公司没有说员工不能戴眼镜的规定吧四伯 四伯 你不戴眼镜的样子真的好好看呀我都不知道身边藏了个这么大的美女你竟然还会五个语言你都不知道刚才紧张四伯了结果你上去乱伤简直是成败死我了 哎呦你怎么回事这点事都办不好就这都都不信我藏了 哎呦你这人什么意思啊要本事你自己去呀自己躲在屁股后边啥事不够瞎指挥你 你怪上我了你啊你 谁准你这么跟我说话的 嘿你管我我就是乐以帮苏弱 因为他比你长得好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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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简直就是富士集团能够载入史册的史诗集就场 谢谢大家我还害怕自己失误给公司造成影响呢担心失误为什么不按照演讲稿上 苏弱这是你先编的 我的演讲稿上台上拿错了 上面写的是错误产品事故分析率报告而且还是英文的抱歉副总下次不会再这样 没事 我觉得挺好的 那就好 既然这样你们安排一下 今晚的庆功宴就定在景虹酒店 晚上会来几个国外的合作坊 景虹酒店 哎 这个苏莫熟啊 我记得之前景虹酒店的公司聚餐还是苏弱夫子帮的吗 你去过去 ah 啊 嗯 不关我去过呀 她们都去过是吧 哎 你什么时候去过景虹酒店 嘿老大 你藏这个大美女秘书 你跟我说你太不知道 今天的清空宴我也要去 升降降降降降低 妹 蘇洛今天可真厲害 和南哥配合的真不錯 對呀南哥 這是這麼多年發布會以來 我覺得你最棒的意思 可不是嗎 不過話說回來 副總不是沒有讓你回上場 啥時候改的 呃 秘密有竊 森林是吧 啊 我呢 是陸里城陸氏集團的 你要不要考慮 來我公司上班 啊 我是認真的 我沒跟你開玩笑 像你也沒有 陸景延這種苦不清的老 簡直是屈才啊 他給你開始動了公司 我開收賠 真的 當然是真的 先加工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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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洛一個月五萬 老大 我從小就沒秘書 你知道 你那麼大一個秘書 不分為一個不介意嗎 5萬 我出7萬 哇 你別看得那麼死嗎 啊 10萬 10萬 真的嗎 外加年終獎 市中心一套 你沒有搞錯吧 市中心一套 七百萬呢 7百萬 7百萬 你沒有開玩笑吧 哈哈 當然是開玩笑的啦 老闆合遂之後的話 肯定不能信嘛 對吧 誰告訴你我開玩笑的 老大 都知道你們富士集團 對員工福利好 既然做不了同事 我們當個朋友也沒關係吧 宋秘書 我在爐上開了個包家 一會上個一塊塊 一起去呗 順便把鹿子城在這存的酒 給清一清 好啊 蘇陸 蘇陸 什麼都帶蘇陸 副總 你向來行事果斷 雷里風行 一言即觸 三拼追 說話 應該不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 一套房的年中間 你看我像開玩笑的樣 謝謝老闆 老闆 這些都是我珍藏的家釀 今天晚上 我不醉不醉不醉 不懂 你知不知道我們產露燒了有多久 今天總看見你的光喝看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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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景洪酒店的頂級房子 才打開就那麼香 送了酒量袍 不能喝 哎蘇陸 我不對勁啊 蘇陸師說的那就是給你湯酒的 那麼護著她 難道 她就是你藏在景洋的那個女朋友 她就是你藏在景洋的那個女朋友 不是那就喝呀 來 蘇陸師 呃 陸師 我今天可能真喝不了 要不這樣 我老闆陪你喝 他酒量好 你就不怕我喝多了 對你塗抹不軌 我還怕我喝多了對你塗抹不軌 我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放心 我們老大對女人的嫌棄程度 那就是喝這個酒 別觸導一個潔身伺候 啊 不喝 哈哈 這麼好的酒傻子才不喝呢 好 嗯繼續繼續 各人家喝六六五歸手啊 你輸了繼續喝繼續喝 我陪你 今天也算是酒棚知己 千杯少了 喝個酒杯酒哎好啊 哎哎 誰叫你這麼喝 哎 啊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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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啊 沒有了 嗯 想想 嗯 嗯 思路 思路 小帅哥 晴晴 嗯 嗯 别闹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没有男朋友 你让我亲一下怎么了 小亲 你没有男朋友 之前我没钱包 我问你不就爱 之前 我 真的吗 当然 让你 kiss me fever when you hold me tight fever in the morning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啊啊醒了 啊副总 我们昨天 昨晚 我该不会工作不保了吧 早知道我不喝酒了 这没手玩的小花吗 我去完了 我的始终新大耗子 副总 那个 我还能在这实习一年吗 昨天晚上 我们真的 那个了吗 你说呢 你说呢 终口 你这个死丫头 你竟然敢偷射丑 我 我 还有你啊 不在乌乱白菜 你能有女朋友了 你还跟叔叔在这干什么呢 喝了喝多了 我是他上头 有问题 你 Approx2 你还想不要 不可以 你自己还要 是我的 我没喝多了 我现在把你带走 你 然后 他 那 我 居然 你 我 我发生点什么 让你觉得很嫌弃吗 妙妙 不对 好像我朋友想帅他们了 把衣服穿上 上班没迟到 是的 真嫌弃 还行吧 今天把这些文件全部录下都变不上 没有录完不准下班 还有两个小时都下班 这么多怎么做的啊 有意见 有意见没有讲 这好好的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 你打一敷了 思路 你忙的玩吧 要不我帮你 这会不会太麻烦你吗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你现在这么受副组的重视 这些杂伙应该我来帮你 等你以后升职了记得多提些提醒我们 哎还有嗯 吃不吃海鲜啊 这是我老家寄来的特产 吃 谢谢你们 改天请你们喝奶茶 嗯 嗯 嗯 我你怎么了 哎 怎么了 啊 没事没事 好 好 我玩你那天你和你男朋友什么项目 你该不会是怀孕孕吐了吧 我有个朋友怀孕的时候都玩不到鱼像我 没什么 我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那就好 毕竟你和你男朋友还没有结婚 怀孕了对你可不好 哎 你这就封建了啊 我一个姐妹他直接去富留子 去富留子 去富留子 对啊 我姐妹有钱有缘 为什么要留着那个渣男呢 所以她直接去不留自己 养人方老 那你姐妹也太帅了吧 生气都老十天 那不会真的中招了吧 副总 你干嘛 不去你爸的公司上班啊 好到我这里送外卖来了 我这叫莲香西域 我来给苏洛宋 你这么关心她干什么 还不死心 还要挖 我挖不了墙角 我总能送送温暖吧 我追人家 为什么呀 她有男朋友吗 陆氏和富氏是竞争关系 公司的规定 员工不允许和陆氏的人谈恋爱 老大你什么时候这么幽默了 快告诉我苏洛在哪 她不是公司 我公找了一圈没有啊 人师傅 查一下苏洛今天有没有来上班 病假 在哪个医院 哎哪个医院啊 不告诉你哎 恭喜你怀孕了 您42条 回家多注意休息 叶酸现在也可以吃起来了 你老公呢 让她来取药 我还没结婚呢 这样啊 那你这孩子是要还是不要呀 不要的话趁着手术吧 要的话我就给你开叶酸了 我姐妹有钱有盐 为什么要留着那个渣男呢 所以她直接去腹流子养儿方了 对啊 我从小就是孤儿 有了这个孩子 我就有家人了 这孩子我要 好 我竟然怀了傅锦炎的孩子 我要告诉他吗 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讹他呀 没事吧 副总 苏洛 我没事 您怎么来这儿了 我来看看你 想不到 您还挺体恤员工的吗 毕竟现在很多公司挖墙角 我得看得住我的员工 我看你手里拿了报告单 话给我怎么说 没什么 女生那些小毛病而已 我看看 副总 女生的一些小问题 你应该不方便看 行 那你先休息两天吧 副总 我看 今天天气挺好的 要不 我们去旁边公园公馆 听说新修的环境挺好的 可以 好像是那边 副总 你跟江小姐 是准备结婚了吗 没打算结婚 没打算结婚 也是 像父亲人这种社会地位 结婚肯定要门当户对 那如果 爸 这哪儿来的小朋友啊 这么可爱 宝宝 吓死妈妈了 怎么又乱跑呀 快跟叔叔阿姨道歉 没关系的 小孩很乖 是啊 她一出生 我们全家人都宠着她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们约会了 我们 没关系 拜拜 苏秘书很喜欢小孩 喜欢啊 富总难道不喜欢吗 人类幼崽 简直是世界上最可爱最萌的生物了 孩子是这个世上最麻烦的生物了 你看着他可爱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他麻烦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小时候过来的 人总有麻烦的时候吧 所以说父母那一辈不够清醒 孩子是这个世上回报率最低的投资 几十年的心血可能毫无回报 就像哥肯定 哪有父母把孩子当投资的呀 那生孩子为什么 就是为了叫一声爸妈 你 傅简简直我可救药 那富总 打算一辈子都不要小孩吗 没这个打算 那你小心打理 担心你哪天在外面留得住 人家带着孩子上门来 你一向节省自放 没这个 何非是被别人陷害 你最好像自己说的一样 节省自好 免得以后员工骂你渣男 我真是疯了 告诉他这件事 他们说的对 都什么年代了 就应该去复留子 老而放老 怎么突然就生气 林特助 安排一下 这个月苏秘书的工作量减半 再安排一周带薪休假 他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傅先生 您昨晚去哪儿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傅先生 您昨晚去哪儿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您别误会 我没有要对您的意思 就是担心您 是啊 傅先生 昨天江小姐因为担心您 一宿没睡了 昨晚有应酬 你身体不好 先生去休息 好 那我去给您切点水果 不用 你既然昨晚没休息好了 先生去休息 我妈 给江小姐准备点营养餐 是 那 我先上去 你最好像自己说的 养洁生自好 以后员工骂你渣男 傅总 分公司刚起来的文件 傅总 丁特助 我看起来很渣吗 怎么会呢 您结身自好那是出了名的 就连那个江小姐 都是这十年以来 第一个住进警员的女 那苏洛为什么说我是渣男 他说你是渣男 胡说八道 还有你啊 不是就像乱白赛 你那边都有女朋友 你还跟苏洛在干什么 呃 副总啊 不是我做书下的说你 您昨天晚上跟苏秘书那个样子 确实有点让人误会 不怪我美男跟苏秘书说你 傅秘书竟然又跟苏洛在一起 继续说 而且副总 您都已经把江小姐交到这儿来了 您昨天跟苏秘 好交代啊 什么 我傅秘书和苏洛有 还好我说 是一个仇 所以 我把江小姐接过的 对 他不会是要把我赶出警员吧 真净啊 谁在哪 我去 副总 江小姐会晕倒了 我 应该没什么大碍 可能是有点低血疼 我 那这是怎么了 江小姐 您晕倒了 起来喝喝糖水先花饭吧 沐先生 我先去给江小姐看样 我跟他一起 张小姐 有件事情 沐先生 下周就是气息了 听说商场有活动 自从我搬过来几人 还没有跟你一起出去过呢 能够康复了 您陪我一起去好吗 沐先生 我知道 景鹏酒店那次 是一场意外 您可能不是很喜欢我 但这么多天以来 我们也没有好好相处过 您就当是满足我一个愿望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下次再说 可以吗 可以 谢谢沐先生 苏勒 绝对不会让你强责我的男人 也不会让父亲 把我从警员赶出去 是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都喜欢苏勞那么多年了 我看了都替你干着急 你要真喜欢他 赶紧告白 我怕他不高兴 那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就高兴了 我记得苏勒小时候说过 他喜欢那种 又盛大又浪漫的告白 过几天七夕 你就在那种人多的商场跟他告白 他一定很感动 他一定很感动 沐先生 今天是你第一次陪我出门 我很开心 嗯 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不用了 附先生有不含我吗 你只能给我一句 微笑在别想飞 你说你 有天能醉想让我 我就说今天怎么神明兮兮的运营 出来原来如此 我们的宋大才子毕业多年终于 要拿起吉他喽 苏洛哇塞 玫瑰花还有蜡烛 你小子行情不错吧 不是的苏洛 这个花是送给你 送给我 对送给你 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亲哥哥 其实我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 表白表白表白 我就不信了这样你还不死心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苏洛我喜欢你很久了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苏洛我喜欢你 苏先生 外边好像有人在告诉我 偏偏欣欣欣 想要准备还挺多的 还敢搞电话 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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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 宋建行 其实 我我一直把你当哥哥 多多我觉得 而且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你开玩笑的吧对吧 嗯 你没看到他很尴尬吗 哎 我看上司怎么管那么坑 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宋建行 他是我老板 上司要怎么了 欺负你就不行 我 啊 谁欺负人 大提广众之下向他告白 是道德绑架 我问你我的事 我问你 你是不是对他做什么 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宋建行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你 你放开我放开 坐 我轮不到你来问我 哎呀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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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朋友今天可能有点冲动 不过现在 我得回去看看他 哈顿命啊 你还要去看他 我们之间应该有什么误会 你只不过我 啊 傅锦言你干什么 送你回家 傅锦言竟然也有这么热心的一面 他对江小姐 应该更好吧 啊呗呗呗呗呗我想什么呢 我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多人的辈子 呗 副总临时有点事 一会儿您自己打车会进圆 关了 苏秘书啊 啊 原来你没有未婚夫 我一直以为你有呢 呗 对我没有 哦 你没有男朋友 为什么入职的时候要撒谎 这不是为了工作方便吗 避免有同事向我大声 确实啊 你要不这么说 也成为不了副总的秘书 我们也发现不了 你有那么强的工作能力 这不巧了吗 哎 哎苏秘书你住哪啊 啊呃 蓝亭湾小区 蓝亭湾小区 你住这 哦 这交通便利 离地铁真很近的 你有认识的人也住这 我有一个朋友 之前也住这 嗯 呃 嗯那个林特助哎 一会儿到小区门口 你就停下就行了 我自己走进去 得嘞 出发吧 收到 嗯 谢谢副总的顺风车 那 我就先走了 需不需要我送你回去 哎 副总 我问就不该问的 您今天结乎苏秘书被表白这事是出于上次对员工的情意呢还是 是 知道不该问 你没有 跟你打电话你也不接自己在这坐着喝门酒呢 怎么了 说了拒绝你了 哎 对 拒绝你了你就追啊 放上他跑掉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他只是拒绝我就好了 他骂你了 还是说 他有喜欢的人了 他没骂我 他也没说 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苏洛他 我好运了 啥 啥 啥 老宋江静雯 你们 苏洛 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见我 但是 哎 是我这小破屋子容不下你这金尊玉贵的富太太 哎 错 你这说的多什么话呀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我知道错了 那你要是实在生气 不行你打我 好了好了 都过去 哎 好 那 你不是也有话要说的 哦 洛洛 昨天的确是我一时冲动 你 你不会怪我吧 没事 我也没有真的生气 我一直把你们当家人 还是怕失去你这个朋友呢 不过 我还是有个问题要问你啊 你昨天说的那个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没没没你别激动啊 没人欺负我 反倒是我欺负了别人 那你是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啊 嗯 你留下来干嘛呀 难道是你要找那个男人负责啊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那种渣男他不配当孩子的爸爸 啊 我其实 就想当单亲妈妈 我们都是孤儿 没有家人 有了宝宝之后呢 他就是我们的家人 那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工作怎么办 养孩子也是一笔花销啊 嗯 我都想好了 只有省着点花了 不过啊 我老板答应年终奖的时候 给我市中心的一套房 到时候房子也省了 一套房 嗯 你老板对你还挺好吧 哎 苏罗 你不觉得你老板对你的好友点 太过了吧 没有吧 我老板他一直人傻钱多 主要是我当着他的面 我被挖墙搅了 像他这么爱面子的人怎么可能 人直接给我一套房 这样 好吧 苏罗铁了心不打算把孩子弄掉 你别怪我 是你自己不适合的 啊 吃人喝 吃人喝啊 啊 我接个电话 你先喝 嗯 嗯 嗯 苏罗 你说实话 你这个孩子是不是负金的 小心点 没关系 你不想说啊 就不用说 顾先生 你在家吗 哦 我一会就回去了 一会儿林特助来家里 我妈休假了 林特助没钥匙 你帮她开下门 好 我现在就回去 新闻快喝 豆浆都凉了 哦 新闻快喝 我现在就回去 新闻快喝 豆浆都凉了 新闻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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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浆都凉了 哦 哦对了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啊 啊 那你路上慢点 说了 那可是三包堕胎要的量 我看你还怎么生下父亲眼的孩子 我妈 我妈 我妈你不在 这家伙我吧 这家伙姐 好 家伙姐 我在呀 今天给你放假 你不在 你不在 静准没 啊 父亲呀 我就不幸今天还拿不下 怎么办 该没这么小 今天来了吧 我的惊喜竟然提前了二十天 这怎么可能 经文快喝 豆浆都凉了 哦 行 该不会是 我 我说了怎么能那么开了 原来是把药给我换的 让我整齐一下 既然今天不行 那就在他旁边躺一晚上 有呀 他这是 可要啊 景红酒店 这个苏洛手啊 我记得之前景红酒店的部分日餐 还是苏洛司的部分日餐 你去过景红酒店 那天晚上 在景红酒店 真的是你 是我呀 傅先生 怎么了 那碗简历掉在酒店里 是你捡到的 你最好老实交代 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 傅先生 你能等我吗 常经文 是我呀 傅先生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那晚在酒店 你弄得我很疼 我还流了很多血 你说你要对我负责任的 我再问你一遍 你说的话都是实话吗 是 傅先生 难道你不希望是我吗 还是说傅先生 你希望那个人是谁 傅总 我问就不该问的 您今天几乎苏秘书被表白 这事是出于上次对员工的情谊呢 还是 如果让我知道你骗我 敢欺骗到我头上 我可以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林特主 去趟景红酒店 查一下一个月前的监控 看一下从我房间出来的人 到底是谁 林特主来回景红酒店 加上查监控 要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只要你坦白那天晚上 到底是谁 我可以既往不久 一小时 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要到了 可是我而是一盖的景 就什么都没有了 江小姐 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傅总我查过了 查清楚了吗 是谁 景红酒店的监控录像 一个月覆盖一次 现在已经无济可讯了 不能恢复了吗 傅总 毕竟 这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傅先生 我是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了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 今天是我喝多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又是谁 路薔盖现在开始怀疑我 万一要是让他知道 傅鲁华的是他的孩子 我岂不是要购回家的君国日子 可惜他人心态是事 嗯 嗯 都不得了 孙玛 別搞笑 你獨自理這個孩子 絕對 早上好啊大家 呀蘇勒回來了 你身體舒服了嗎 一個腸胃炎 待心休戴了一周 能不舒服嗎 哈哈哈哈 南哥好久不久 是戒这是泥州的工作量 今天下班之前做不完的话 就不要想真是犯了天了 副总什么时候的营物这么好 也不知道这个小戒人耍了什么美国手 看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啊 南哥新买的眼镜吧 哇塞真好看 哇两千多块呢 哪是两千多块钱的问题 是什么好看 嗯那还不是我天生丽世吗 哈哈哈嗯 这些工作你做得完吗 嗯是有点不过 不过是南哥安排的 我熬夜都能不完 那怎么能为了工作熬夜呢 都把皮肤熬坏了 这个呀就交给别人做啊 谢谢南哥 哎哎哎哎哎 南哥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啊 哦这几个呀都是新出的 来我教你啊啊啊哎哎 哇原来是这个样子 南哥真厉害 啊啊真的吗哈哈哈 这还有几个会计店呢 哎哎呦你看 哇怪不得南哥能在 富士山这么去吗 原来是副总看中您的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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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南哥 我第一次发现 你皮肤原来这么好 是吗 真的 这吹弹可破的哇塞 嘿嘿嗯 我用的面膜啊 可是我朋友从国外带的呢 是非常不错啊 就在我公寓旁边 你要不要去试试啊 这 工资案的不太好 这点小事我汪美男还是能解决 哎去吧去吧 谢谢南哥快点 你呀 送他送他送他 不对 这不是送他 好你个送我 竟然敢使喚我干活 方美男啊啊 他副总 苏洛他临时矿工了 把他的工作全都交给我做了 副总你可要替我 做主啊 他电话查下苏洛去哪了 苏洛你的工作我已经帮你做完了 你下班了哟 你敢使喚我啊 这哎呐可不自宝 男哥也不知道今天吃做什么药了 让我这么早下班 终于有时间尝试喽 你们要干什么小姑娘 你自己搞的什么人 你自己不知道吗 嗯嗯嗯嗯 苏洛也 有些富贵啊 天生就不是你的 我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为你好 过了今晚啊 你就再也威胁不了我了 不过你放心 他呀不要你这条命 要你另一条命 我要 我这 啊 我 我 哎 哎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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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啊 哎 我对这你也敢动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呀 还有胖子 兄弟们 上 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呀哎呀哎呀 哎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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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 思路 没事吧 嗯 没事 副总你怎么会在这 后美男说你矿工 我就出来找你了 正好你在附近 男哥说我矿工 我死了 明明是他 小心 啊 不要 花花 父亲 你没事吧 父亲 父亲 你怎么样 我带一二零 手机 我的手机呢 没事 别跑 都是小声 我 是 我 亲 别 哎 哎 父亲啊 我怀了你的孩子 患者大出血尽快按照想救快 父亲啊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等你醒了之后 我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父亲啊 父亲啊 只要你能醒来 不管你接不接受 我都一定要告诉你 你们有个孩子 好 你也会帮助他平安的 我妈 慕先生还没回来了 江小姐 林特助说 傅先生受伤住院了 刚做完手术呢 什么 给你过杯车 我要去医院照顾他 医生 嗯 父亲也怎么样了 医生我们副总 还好送你几时 只要呢 我今晚就没说了 我说啊 今晚应该好好照顾病人 谢谢医生 嗯 啊 我这 你 他跟我担不担不担 啊 父亲啊 你哥得好好感谢我 我知道你爱赶紧 怕你醒来了没有衣服穿 这可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你要是不醒来 我这九十块钱 可就浪费了 你这么讨厌小孩子 醒来之后 会不会气我 气我怀了你的孩子 也想你跟江小姐的感情 江小姐就是这件 医生说傅先生熬过今晚就没事了 我 你先生 我先生 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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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江小姐 是谁送你回来的 网约车 啊 啊 不好意思 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 虽然不应该被打流产了吗 怎么会直接在这里 我 我 江小姐 抱歉 今天的任务没完成 苏洛贝一个男人救走了 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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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说话呀 你什么时候成为傅敬严女朋友了 她就是你口中 那个有钱的男朋友 死了 对不起 我不是不愿意买这东西 你先想 我感觉的你已经是很好的 没有办法 我相信 什么时候的事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要不告诉我 就等她醒了再去问她 很久了 其实我也不是想瞒着你的 可你不是成为她的秘书了吗 你不是说老板都是大摩头吗 老板 知道我是你的老板娘 你就不给我做好朋友了吗 你的意思是还怪我成为她的秘书 怎么会 现在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心里这块石头 也总算是落地了 我也不是故意想瞒着你的 说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会祝福我们的 对不对 以后 我是傅锦言的夫人 你是她的秘书 我一定会在她的面前 多给你说说好话 让她给你升职加薪 对 你之前说的那个年终 讲房子的事 就是我要她给你的 那套房子 是你让她给我的 我是不是很讲义气 这下好了 我是她的未婚妻 你是她的秘书 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照顾她了 我知道了 嗯 傅总身边离不开人照顾 快进去 我知道你无理了 原来傅锦言对我的好 都是因为亲吻 而我还和傅锦言 宝宝宝 以后 你就只有妈妈一个人 孤禄 孤禄 醒醒 怎么回事 叫医生 这叫医生 孤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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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医生 他怎么样 孕妇疲劳过度 加上情绪不稳定 所以才晕倒的 这两天观察一下吧 你这当丈夫的也真是 出了事才赶来 还来得及吗 都关心你老婆吧 他不是 对 都怪我 这几天 没照顾好的 谢谢啊 孕昊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出事 就赶来医院了 还好被我看到你晕倒了 你现在怎么样 没事 是个父亲言之声 我现在就找算账去 孕昊 你不要去找他 我要不去找他 真以为你个孤儿好欺负 我 傅景言是静雯男朋友 你说什么 所以 傅景言就是那个静雯一直瞒着 不让我见的男朋友 可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或许 真像他说的一样 怕我像讨厌上司一样 讨厌他吧 这你也信 我看呢 八成就是他有钱了 不想搭理我 总之 你不要去找傅景言啊 我觉得我现在像小三一样 里外不是人 这都是傅景言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是静雯先跟他在一起 静雯 什么家 苏 傅先生 你醒了 怎么是你 苏老呢 我 我意思 他 怎么了 他受伤了 没有 他没事 他把你送到医院 他就走了 不用担心 你现在身体需要静雅 先休息 把我送到医院就走了 是没听到我跟苏老说什么 我是很贱的人吗 我救了他 他连我死活都不管 我又是 苏先生 我照顾你也是一样的 不 需要 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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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回事 陆先生 你现在身体需要静雅 苏秘书他不管你的死活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把苏老哥叫回来 他以后的工作 就是照顾我 这个 怎么 苏秘书不听话 你也跟着学是不是 想造反 不是不是 苏老 那个 苏秘书他怀孕的 苏秘书不是单身的 怎么会怀孕的 千真万确 我来的时候看见他从妇产回出来 气死我 看了 来一个照顾要不应 他不是单身吗 哪里来的孩子啊 嗯 现在你年轻来的都花 不信心 哦 站住 我让你滚 对车 我要去公司 就是您这个身体状况不合适吧 我是副总你是副总 是 副总 这么丑的衣服 哪来的 哦 都没走那么买的 在着 这么便宜的衣服也敢给我乱 那我给他着 我说你拧了吗 拿着去 哎 7 这么一看 挺好看的 你 你幹什麼呢 誰讓你上班化妝的 男哥 副總生命住院了 今天不會來公司了 你要不要試試我新買的雷比啊 副總生命住院了 這是哪個月啊 生的重不重啊啊 我不知道副總怎麼樣 清雯應該會照顧好他的吧 哈哈哈哈 副總啊 副總啊 哎哎哎副總 你上哪了 你嚴不嚴重啊 你還能不行啊 跟我過去 哎 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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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早就來公司 你身體 你懷孕了 你知道了 怎麼 還想瞞著我 把我騙的團團轉嗎 對不起 我 你是該說對不起 一會兒說自己有未婚夫 褸了 我以前怎麼不知道你會這麼的不知廉恥 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誰的 現在找上我來了 想不到 你这个上司 管完我工作 还要管我私事 孩子是谁的 拢不着你来的 竟我去腹留子 装什么潇洒 别到时候 哭着说没人要你 放心 我患 当时副总你 一个管不住 下半身的虫 在外面留了虫 自己都不知道 当心 哪天一个村的孩子 找上门来 让你当爸爸 你干嘛 看不出来吗 我把副氏 辞退了 苏洛 你最好考虑清楚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还帮你这个竹马 也考虑好了 到时候 你就不用招元宫了 光你在外面乱搞 就能生一个村的孩子 这个村就叫副家村 专门给你打工 副氏 一个值得信赖的 家子企 到底是谁管不住下半身 辞职就辞职 我就不信我手里还没有一个苏命手 苏啊 发生什么事了呀 副总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何止是发火啊 我看副总被去的 都能再建一次医院 没什么 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把号 什么 你辞职了 为什么 这 这真的假的呀 这怎么那么突然啊 光告诉你 那个 副总的 副总的 那 那 什么 这这小的呀 对啊 我进去汇报工作 出于礼貌关心一下她的身体 结果不小心问到真相 她恼羞成怒之下把我辞了呗 你确定没有看错呀 千真万全 哎 你没看她走路都打拐 停操住 停操住 玲玲 声音不虚了 你们啊 还是自求多福吧 大家 江湖再见 我的客人啊 停操住 副总 你没事吧 林特术呢 他他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 您和我也是一样的 啊 啊 医院 哇 我不能去拿坑 一定要把根留住 哈哈哈哈 宋秘书 他真这么说 太有才了 林特术 安排出院 再把苏洛给我叫过 苏总 聪明书说 他辞职了您下来 未婚闲远 他有理了他 我管不住下半生 我不知廉耻 老娘这么多年 就你这么一个男人 你自己管不住下半生 跑过来兴师问罪 我看你才是不知廉耻 嗯 哈哈哈 死了那么大伏劣 医生可说了 你现在不懂命 建航 我把老板得罪了 工作也丢 不做也好 那有静门内存关系 那看着也硌意嘛 不过你放心啊 以后你的工作 交给我了 没事我自己能行 而且你科技探这么久 让我来科技什么 现在就一个人万一哪天你又晕倒了死呢 我有空的话 总归也是要来多看看你啊 来 去吧 好 接我电话 飞机也给我拉黑了 员工这么做笑话 还说是我 我也拉黑你啊 听什么 林特主 我到 24个小时之内 把苏密室叫回公司 他今天的行为 扣他一个月的奖金 奖金归你 你探什么劲 我探你 这辈子都找不回苏密书 你什么意思 你看 这件事情 苏密书他本来就没有做 你逼他回来上班还扣他奖金 还这一代 他把你告了已经是不错的了 他哪没错 他私生活不检点 还故意抹黑散布我的谣言 他竟然 他竟然把我送到真男科医院的 好像吗 你看 他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做好他自己的工作 不就没有 我是他上司 上司也管不着 妄美他 喜欢男人还是女人 你那个什么江小姐 他感情史 看不干净你也 一个苏洛你着急上 我看 你就是喜欢他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不过 你喜欢他也没有 你又不是他男朋友 你有什么资格管路框 我要是你啊 我就去给他道歉 他家住在 南庭外 三十九到三六三 别说兄弟没告诉我 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他 那我可就上了 刚好我家这两天 要学机长人 我不介意他有个孩子 我兄弟们都没有结婚 如果他换到车 给我生个儿子的话 我不敢 白欠个机长人的位置 你敢 我什么不敢 我相信 苏秘书的人 他一定是 遇到了像我这样的长大 嗯 你就 你就好好看一名课吧 兄弟们 你给我站住 没站住 不 我还需要去强谷公立署 让他不要 强谷什么强谷 把他给我拦住 哦 让人是给苏洛打个电话 说他工作性质特殊 辞职需要两个月工作交接 直到招到新人位置 交接期间 一个月十万 十万 没告诉大姐 这份工作呢 在你来之前一直连任能够上任 所以呢 招集比较困难 你招案能提了 做完这两个月招接期待到 一个月十万 两个月就是二十万 钱多是 可万一看到傅锦娘那张旅 我心狗了 丢的可是一条密码 你听出了吗 你听出了吗 你听说了吗 苏秘书怀孕了 而且是未灰仙孕 真假 我天 孕娃扰我走之后 他俩继续 苏洛的孩子 该不会是副总的吧 所以副总要把苏洛辞了风口 副总也太扎了 哎 他不来了 他今天肯定是来办理手续的 哟 看不出来呀 今天是装的挺清纯的 没想到私生活这么混乱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了 你该不会听不懂吧 不过也是 你呢就是因为土而被特招进来的 怎么能听懂这些呢 哟 我看你平常也挺不会打扮的 穿着也挺土的 那你怎么被副总看伤呢 你笑什么笑 南哥 他都已经自自直了 他不是自己人了 你怎么帮他说话呢 就是啊 我乐意 反正啊 这整个秘书部啊 也只有苏洛能和我一起参加新品发布会 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苏洛 咱们走 一个死娘婆 一个未婚仙女 你们两个真是 决签决签决签 南哥 谢谢你 谢什么谢呀 哎 我汪美兰这辈子最讨厌扎当 亏我还看上那个傅青年 哎 苏洛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都知道呀 咱不理你站来了 走 搁带你去个地方 啊 傅先生 我帮你换药吧 不用了 让医生换就行了 假医生今天不在 我帮你换吧 黄美男 喜欢男人还是女人 你不管 你那个什么江小姐 他感情是 干不干净你也不 一个苏洛 你着急上 我看 你就是喜欢他 副总 您都已经把江小姐接到这来了 您昨天跟苏敏 确实对江小姐没法交代 苏洛同意了吗 十万不行那就十五万 要是苏洛从你手中离职 你就别干了 傅先生 我们已经和你女人家第一次聊了 很想你 你能不能 江小姐 你越见了 傅先生 我到底是哪里做得让你不开心 你要这样讨厌我 你没有什么做的不对 是我不该把你接过 从今晚开始 我把你接 什么 为什么 林特主 傅先生 傅先生我错了 我就教你 所以不要把我看出去 傅总 帮江小姐收拾一下行李 今晚立刻离开 另外 傅室的东西 一样不能 我不走 你明明说过会对我负责任的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我那天晚上是喝醉了 但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 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 我还分得紧 等等 和苏洛认识 那天我在医院昏迷的时候 顶约听到你们在说话 苏媚主不是经常来请人吗 苏洛认识了吗 苏洛认识了吗 什么 他还不同意 他去酒吧了 你确定没有听错 一个孕妇竟然去酒吧 一个孕妇竟然去酒吧 什么呀 苏洛 是不是很雅眼啊 他也游泳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啊 就连 这种一样的男人 都是大男 这世界上 都有几个好男人 稍不如啊 咱们多赚一点钱 多点几个男王 给咱们跳舞来的划算 太多了 就是你不能喝酒 忘了 咱们更害 来 干杯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我语气少不紧啊 还不如点几个男模来的坏坏 现在男模都这么主动了吗 怎么是你呢 怎么 还希望谁 你刚刚说说 见我不如点这些男模 你竟然拿我喝这些 什么这些 不是这些人相提并论 我还是愿意来找乐 我看你是真的喝 当然不能像你 人家有职业道德 讲职业操守 一次性接亲 谁像你 留个烂瘫才不管事后 终于承认了 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吧 是他的 他的 还是他的 还是别的家的 问你什么事 你就算跟一个女人顺了一个 你没关系 你 副总 我们在那边 自己走 来 我们继续玩 来 啊 快手把放我下来 帅上秘书带都跑 霸道总裁 后面追 他听 他跑 他们谁也差池都能跑 太好喝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放我下来 哎 啊 我紧缘 你给我 吓死 干什么把我放下来 我自己能上去 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出去点男模 我就这么一次啊 才是我点过最亏的男模 怪了 这不是之前江小姐住的地方吗 我没说过多少 都怪死了 你辞职了还去勾引陆静 害我会赶回这个魄屋子 陆锦元只是很没赢 但他又不能确定那感不是我 修罗瓦能回 我也能 千万只再委屈一下 傅锦元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 钥匙 我已经到家了 我不会跑 我发誓 苏敏说那么狡猾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话狡猾 开门 你不放我下来我怎么看 苏敏 你怎么才回来啊 孕妇不如 你怎么在这 同居了 苏敏不是没同意你们在一起吗 他让我来不走 倒是你 他让我来不走 你们两个别打了 让他留在这 让我回去 苏敏 你的精力真够旺盛 怀之音在外面找男模 回家还有一个 谁精力有你吧 你这个不负责人 咋的 没事 你干什么 我不负责人 你负责 苏敏在外面那么多男人 我看你想当爹都排不上号 就算你这样也没有资格 进入苏洛甲 你们都给我出手 对他负责就算了 还不要孩子 你叫死哥 哎呀 瞧着老风 一激动就爱乱说话 好了好了 孩子是我的对吗 他乱说话你多信他 对 我一生气啊 就要笑说话 苏洛 那天晚上在酒店的女人是你 对不对 什么酒店 我不太清楚 你说实话 你现在知道怎么样 怎么 你想对我负责还是想我打他 我告诉你 两者 我都不用 我怎么可能让你打胎呢 苏洛 我巴不得那天晚上的人是你 怪不得说你比海王还渣呢 想想他两只蠢 管好你自己的女朋友 我的孩子 跟你半个关系都没有 我没女朋友 没女朋友 那江静文是怎么回事 你把江静文和苏洛俩姐妹 耍得团团转 现在装申请 你和江静文认识 年终奖的那套房子 不是他叫你给我的 神来数字 我不以为她是酒店里的女人 所以才把她接回了警链 我们不是情侣关系 我已经把我送出警链了 所以你是因为苏洛把简历落在了酒店 导致你以为内晚的人是静文 才把静文接回家的 没错 静文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她以前根本不是这样 徐荣欣作祟罢了 为了钱不择手段到这一步 我也是筹一次金 她在附加的消费 已经超过了五百万以上 再加上冒充你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欺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将对她依法进行追资 对 这个我同意啊 苏洛 这次可不能再心软了 我是不会再心软的 欺骗过我的人 我就也不会把她当成朋友 不过 你跟静文真没什么 你把她提前赶出警员 真不是因为情侣闹婚事 我是喝醉了不是瞎了 是不是她我看得清楚 如果要是江静文的话 以她虚荣的程度 这二天早上不可能跑那么早 她巴不得沾我身上 仅仅如此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要追苏洛 家里不能留你 免得她被别人说行话 副总 您就别胡说八道了 把手给我撒开 我可配不上你 副总 听见没有 苏洛说了 他不接受我追求 都11点了 遇妇需要早点休息 所以还请你出去 我是孩子的父亲 当然是我来陪苏洛 你 请出去 苏洛可没同意你是孩子的爹 我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所以啊 你才是办理 他怎么会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因为我的花呀 你走 别打住了 把蓝天王小军买下来 立刻马上 好了 现在房子是我的 你 你 父亲 你们两个有毛病吧 给你买过吗 我跟他关系更好 所以自然由我来看过他 巧了 我这件衣服也是他们 而且你的好看 你的多少钱 69 我的90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 再多待两分钟后 就要收费了 我不管 你们两个都滚出去 苏洛 我们走的水道 不用你们照顾 我 走 你嫂干嘛 苏洛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和姜静雯一样 成为你没名没分的情人 不是 我是说 做我的女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做我的妻子好吗 你说我玩的话 我就玩的话 你叫我做你女朋友 我就做你女朋友 把这 去腹刘子 请吧 我要休息 我不同意 你播种的时候 都没有我同不同意 我去腹刘子还落到你同意 滚 滚 滚 还说要追我 谁想 所以苏小姐是愿意给我一次追你的机会了 谁说的 我没说我没说 两个月 两个月工作的交接期 交接完之后你还是生气的话 我就让你走 对不起 苏洛 我之前是做了有些过分 你可以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吗 不行 宝宝 你觉得你需要这个爸爸吗 我觉得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两个月的交付期 一个月十五万 二十万 两百万 两百一十万 两百二十万 两百三十万 五百一十万 五百二十万 求求你能不能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 成交 你干什么 你快放我下来 我还没答应和你在一起呢 行 那我一定按照张诚追求苏洛女神 那我 可不可以 啊 苏洛 你是来交接工作的吗 是 什么交接工作 苏洛 是副总亲自请回来的 来来来来 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以后 苏觅在副氏集团 想来就来 想走 听见了吗 好 在 苏觅啊 副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是 工作上的事吗 那我多去 工作就工作 死了 马上转到 拜拜 天哪 苏洛 你竟然是被副总请回来的 这边多说多是呀 是啊苏洛 你可太厉害了 我还以为你走了 我还坐了你的位置 孙太 我这位置还给你 谁让你带苏洛去酒吧点栏模的 员工私生活不检点 这个月奖金没了 这个月 小年 这么多 光子 打穿鞋的 你再说一遍 我扣你一年 以后不允许你再带苏洛 去这样的 听到了没有 你要是敢带苏洛 我还敢带 副总 我现在 她苏洛可是好姐妹 我这人嘛 心情一不好 就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 这又说的什么对你不利的 我可对不起 你 我 我要是心情好啊 这说不定啊 还能在苏洛的身边 帮你 一线 打打墙 说说没呢 不需要 我自己的女人 我自己追 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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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洛还是不愿意 她说工作非工作 不允许她们死亡 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苏洛 你的花 我的 我 我 我 给你 苏洛 你的蛋糕 太幸福了 怎么就有办个 戒真佣 她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家店的蛋糕 苏洛 苏洛有什么事吗 弄 来跟你申请一下 我用半个爱心蛋糕 来向你申请 换一个完整的爱心蛋糕 那我能申请 当孩子爸爸吗 你说过你不喜欢小孩子 所以我现在 剥夺你和父亲的权利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 才选择一开始 就不告诉我真相 思路 我不是不喜欢孩子 傅家是一个大家族 家族关系十分的复杂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孩子 像我大哥一样 在继承人竞争中遇害 你大哥他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想明白了 保护孩子的安全 是我为人负的责任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的 啊 请凭一个蛋糕 就想转正 没吗 那我能申请一次 和你约会的机会吗 您再考虑一下 进 副总 江静雯之间没有找到 继续找 禁止江静雯 进入所有宾馆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他 在水费里的 我觉得这个是水费还是水费 我到双 干水了 这 那是水费 我到双 我到双 你到双 你到双 你都要没人 下火了 我到双 你到双 休息的话 不是不可以 但是 总得付出点代价吧 实相的东西 一个班的事物从你公子里扣 啊老板 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什么可以铺好了 这能住人吗 爱睡睡白睡滚蛋 身份上都没有谁敢受到你啊 近日富士集团傅景岩 与他的得力秘书苏洛 再次出现在发布会上 其完美的配合更胜从前 你什么不来对付 是你 你都从不回那一切 会让你付出代价 所我得不到这 你也别想得到 你确定这样行吗 草皮 蜡烛 玫瑰 浪漫的场景和期待的人 怎就是我梦寐也就有个场景 相信苏洛 百分之八是也会喜欢的 恕我直言 上一次像这样和苏洛求爱的人 已经失败了 哎呀 放心 五月的时候 那个方向 咱们有 烟花 好 我再信你 苏洛 是让你去见苏洛人呢 苏洛不见了 什么 家里还有宋锦航旁边都找了吗 都找了都找了都没有 立刻派出所有人去找苏洛 吊起这边的监控 特别留意一下江静雯的动性 不是 烟花呀 静雯 静雯你想干什么 快放了我 快放了我 我放在那里 那不放了 要不理你 我怎么可能会被 附近人乃世纪水上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会被看出附近 你瞧索了我 我的经验 你该死 静雯 你疯了吗 明明是你先冒名顶替我的 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 我咎由自取 苏洛 我们是从同一个国外园出来的 从小 我一直长到吃一样的东西 受一样的教育 凭什么 凭什么 你就可以等到父亲你的爱 成为他的女人 相守他的荣华富贵 爱我 我就会在那宝人的巷子里边 喜欢 受人欺负 我告诉我 我哪里就有自取 不是这样的经文 只要你放了我 父亲 什么都可以给你 他可以给你钱 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你想要的他都可以给你 父亲了 你的父亲啊 救不了你了 没猜错的话 我现在 是在给你准备 还准备了 还准备了你最喜欢的荣华 这时间要是卡得上的话 红顶 你会在 差点爆开的那一刻 和你最喜欢的荣华一起死去 秦文 你这么做是要做老道 难道你想下辈子在牢里面渡过吗 你现在放了我 你现在放了我 你一切都来得及 死了 既然我今天在这儿 我就没想着要活得出去 咱们两个是从同一个孤儿园出去的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 你注定 是和我一样的一生 姜静雯你疯了吗 零点 还有两分钟 就像我们的出生时间 只剩下了两分钟一样 太死了 心心 可看我 一样的事 死了 你这样我今晚 也不在现在就得死 很想到你来的还挺快的嘛 我刚才还在想啊 要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走的话 哪里还不想得到 不过 要是再加上你这个江城首富的话 那也挺好的 你说 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变成平衡啊 姜静雯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把他放了 真的吗 我要紧颜 我给你 我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我要钱 我要你 把他放了 我陪你 父亲你疯了吧 你快走 为了你 这算是你 走啊 你走了 到什么时候了 我到底都还在这冷静静 行啊 既然你不想走的话 那就算不可 时间也差不多了 十 不几了 三 一 父亲啊 怎么了 我害怕 好歹 父亲啊 这是你为我准备的温花吗 老大 小公子